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书九部落吉他 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吉他的那些事 在平时跟那个网友和学员的沟通当中呢 我发现大家经常犯一个错误啊 今天又花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一说七和弦C七和弦 大家明白啊 但是我说这个给我一个C大七和弦 哎就懵了 哎老师什么七和弦不就这一个吗 C七和弦 其实不是的啊 他七和弦分为大小七和弦 大大七和弦 小大七和弦 小小七和弦 这个东西一定要分清啊 现在咱们先说前面两种 大小七和弦和大大七和弦 大小七和弦呢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大三和弦的小七和弦 就是说在大三和弦 比如C 在这个大三和弦的基础上 就是在根音的基础上加了一个 这个小七度 也可以说是在根音的 不是在冠音的基础上 就是冠音就是五吗 五音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个小三度 就是一三五 加了一个小三度 不就是加了一个降七吗 你看加了一个降七 就是小七和弦了 那如果加了一个 在冠音就是五 在基础上加了一个大三度呢 就是加了一个七音 从搜到西 是大三度 所以你就应该是 加了一个七的音 就是把这十指抬起来 就是你看 叫大大七和弦 写出来是CMAJ7 J是主大的意思吗 CMAJ7 那个大小七和弦 也叫鼠七和弦 是C 右下角直接写一个小七 这两个和弦 大家不要搞混 这是有区别的 比如C七和弦的性质特点 就是C 右下角直接写一个七 叫大小七和弦 或者叫鼠七和弦 它的音色特点是 这个 这两个和弦 都是不和谐和弦 C七和弦呢 就是它的明显 倾向性 倾向于主和弦 这个倾向性 很强 它因为它叫鼠七和弦 鼠七和弦 这个你比如 你比如G七和弦 它属于 这个 它在C大调里头 处于第五级 它冥想的倾向于 往C走 你看 它 妄想 这个想回归到主和弦的 这个意愿 特别的强烈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这是它的音色的特点 这个C大气和弦呢 C大气就是CMA这期 这个和弦呢 绝世味特别的浓 所以呢 它经常用它来呢 用它 用这个和弦来替代 第一级和弦 你比如C调的这个 就是像我大家之前 我给大家讲的那个 那个那个 呃 在观音的上面大三度 小三度那个观音啊 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